小王族住在杭州萧山的万科金晨之光 在网络博主的推荐下 他在1688平台上买了一件黑色夹克外套 加上运费一共78块7毛 卖家是广东的 叫做洁阳市洁东区新亨镇徐滨服饰经营部 衣服的话我是4月1号买的 然后当时呢我没有当回事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这个房间卧室里面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喉咙整个是特别红肿的 就是说不出来话 然后我鼻塞特别严重 我说你这个衣服的安全类别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B类的话呢 它是可以贴身穿着的 那商家跟我说是B类 但是因为这个味道非常大 其实然后我洗了之后还是有味道的 采访时这件衣服仍能闻到一股意味 看商品详情 衣服的面料是迪伦 主面料成分是聚脂纤维 含量95%以上 聊天记录里小王问 有相关信息凭证吗 因为之前买的C类衣服味道特别大 商家回复皮衣需要散味 大概4月2号或3号这样 我就觉得不太对 然后我就去在网上 在京东买了一个这种空气质量检测仪 对它可以测这种甲醛 还有空气污染的一个问题嘛 结果我测了之后 这个衣服确实是甲醛的含量 严重超标 就是我现在一个空置的环境 然后测这种密封的环境里面 它甲醛含量是正常的 然后我再把这个衣服拿进去测呢 它那个遗期的指数明显就是有一个将近10倍的提升 小王把外套拿到楼下的露天空地 把空气质量检测仪和衣服一起封闭在塑料袋内进行了测试 结果显示甲醛含量最高是每立方米0.230毫克 超出了每立方米0.080毫克的正常值 这里要强调一下 这台仪器测出来的数值并不是权威数据 采访时衣服还没有退款成功 平台说他们会严肃处理 但是从4号我说完之后到现在 其实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我希望的话就是首先先把这个退一赔三 那我希望他给我一个最基本的补偿 因为这个对我的身体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我觉得买便宜衣服不是我们的错是吧 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严惩这种不良的商家去下架 记者给商家留了言 也把情况反映给了1688平台 结稿前都没有收到回复 小王说因为这件衣服 他还有一个新发现 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吧 因为就是我本来是测衣服的甲醇含量的 但是因为我这一个月以来我就是睡不醒 然后我每天基本上喉咙都特别干 我就顺手地去测了一下我这个房间的甲醇含量 结果发现我房间的甲醇含量也是超必要的 可能是这个家具的板材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会不会是你这个衣服 不会因为我把这个衣服已经拿走了 而且我是进行了一个将近一天的长时间的通风 小王所住的这套房子被改成了六个房间出租 他租的房间有一个卧室加一个厨房 大概十几个平方 月租金1600元 租期一年 目前住了一个月 他说这几天 皮衣被他放在了房间外的公共区域 采访时他也测试了卧室内的甲醇含量 结果显示最高为每立方米0.232毫克 同样超出了每立方米0.08毫克的正常值 以前没什么家具的 这地板都几年五六年了 然后还有柜子也用了两年三年了吧 那你这边可不可以让这种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 我没有这种机构 那都测几次吗 那如果说你们这个租客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怎么办呢 我不想回答你这问题 小王后来反馈 房东给他换了衣柜和书桌 目前房间的甲醇含量已经正常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